台素石油95加 邀您共賞 全民心攻略 性功能的問題 是要看泌尿科還是腎臟 當然還是我們幸福醫師 你今天是有開宣傳車來的 明天夫妻百事 你不覺得無精不動 Oh my God 這個東西 我比較忠實精神沉面 沒有 因為你沒有為錢煩惱過 比較稍微肉麻耳聲一緊的 第一名是寶貝 那第二名是老公老婆 第三則是親愛的 Honey Baby 甜心 Sweet 為什麼妳就電得這麼順 可能常常在用 沒有啦 全民心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台庫大樓 這比的是新嗎這個 房子 尊貴的住戶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主委好 我是這一棟財富大樓 新任官員會主委 曾牧村 網路上流傳的這麼一個說法 要維持家庭和諧 有三大法寶 什麼呢 烘衣機 掃地機 和洗碗機 這三隻機很重要 有了這些家電神器 就能夠減少家裡面的一些摩擦 爭吵啊 什麼的 今天 我們這些 維持家庭氣氛擔當的幾位 就要來和大家一起來交流 探討一些秘訣 看看還有哪些可以讓家庭 更甜蜜的小妙招 介紹第一位 書法老師爸爸 李宣宏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宣豪 我是宣豪 第二位是包幸福的泌尿科醫師 裝瘋斌 你好 因為我下半身 原理下半身 我是幸福醫師裝瘋斌 他的下半身可豐富 屏東區立委爸爸 眾嘉賓 你好 記得沖咖啡 不要忘了前天的請人節 好啊 網路區的男主角 陳信偉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陳信偉 帥散 帥散 再來是網 是媽咪女主角 他竟然已經有小孩了 張恩華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恩華 最後一位是一家之主廚 李宜 歡迎 大家好 好 今天聽說你們有一齣 是要宣傳是吧 我們今天要宣傳這部戲 劇名太特別了 劇名叫做 廠坪華爾茲 它是一部網路微短劇 對 它是台灣首部 在國際平台播出的微短劇 有70集 對 然後呢 微短劇 那微短劇它的 跟其他戲劇的一個區別呢 就是它一集 有兩到三分鐘而已 然後可以再 沒錯 我才聽一個人 跟一個人吵架 吵完 講完 就時間到了耶 對 對啊 這就是精彩之處啊 就會讓你一直很想看下去 對 就兩到三分鐘 你就要 你就會看完 這一段故事的重點 對 但我們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現在微短劇 很多都是以就是比較 嚴情或者是比較 快節奏的方式 然後可能人物上面的深度 比較還好 但是我們這部片呢 是用比較深刻的一個 人物的刻畫 然後以及非典型男女主角 來去做的一個 微短劇作片 對 像我的角色 它就不是一般的典型男主角 它可能不是什麼高富帥 它就是一個一般年輕人 然後從底層爬起來 歷經的過程 對 然後我飾演的就是 是新時代女性 然後因為這個身分呢 也延伸出了一本書 然後這本書呢 是由就是 二十五個新時代女性 她的一個故事 然後由我這邊來編寫 來撰寫而成的一個書籍 一個療癒書籍 然後我們這本 有點繪本的質感 是的 是繪本的質感 然後這本書 預計是在九月份的時候上市 然後呢 我們這部戲也是在九月份 會在愛妻國際戰中播出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兩本好書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繼續請關一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上華 蔡嬌咪 介紹一下我們有什麼 電旁這個大獎 來 好的 各位尊貴的巨戶 在這集當中 我們又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柔棉寶寫店組 還有護錦 親子北寶組 巧虎樂園家庭房 智慧推拉式電子所 還有全牛皮電鬥沙發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的智力 快取財力 數塊大封就是 你 第一回合 一分三十秒 現在開始 二十四個新箱 只有十五萬 各位 安心上爐 準備 第一回合 意志開箱 蔡主蜜請處理 婚姻三寶家店當中 唯一沒有被網友票選為 後悔購買家店的前六名 這個是烘衣機還是洗碗機 請下拉 洗碗機 後悔購買家店的前六名 後悔 就表示買了不後悔嘛 對 我覺得是洗碗機 因為我太太最近直接跟我說 她想來一台洗碗機 我覺得這很重要 幸福家庭 常常潮濕 空氣品質也不好 衣服拿來外面曬 沒有烘衣的話麻煩 可是其實烘衣 洗衣服會每天洗 洗碗是三三都得洗 洗碗機 洗碗機 請揭曉 好 要跟大家說 網路上一直流傳著 三機就婚姻 哪三機 就是洗碗機 烘衣機 還有掃地機 但是呢 也有不少的網友說 其實呢 這些家店有一些 不是這麼的好用 但他最後回買了前六名的家店 當中呢 其實洗碗機 就是第二名 因為不少人就講說 有時候呢 小家庭可能家裡面 就只有兩個人 但是呢這個製造出來的碗 也沒有很多 然後呢你放進去洗碗機之前 而且其實你還是要把上面的這些菜渣啊 一些東西呢 簡單的做清洗 我的手都已經buck下去了 我就直接洗起來就好了 我還要封到洗碗機裡面 其實有點麻煩嗎 所以呢 它就是名列第二喔 那其實呢 當中啊第一名是烤箱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用烤箱要先預熱 而且呢用烤箱的時候呢 加熱的時間都要拉得比較長 我還不如趕快用微波爐 微波一下 好像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當中呢 其實啊 也有不少人覺得說 氣炸鍋 是一個不好用的家店 因為呢 這個炸完東西之後呢 要清洗它的時候 容易讓你自己直接起炸 來 再出 下一個 巴西大學研究發現 浪漫伴侶 最重要的特質是 高富帥還是聰明和善良 請搶答 李小益 聰明和善良 肯定的 請揭曉 好 我們都說嘛 在這個擇偶的時候呢 始於顏值 忠於人品 三觀比五觀更重要 所以呢 巴西的這個研究就說 比起來啊 男生呢 在看臉的比例 是比女生還要再高一點 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個 長期穩定的關係 多半大家呢 都會覺得聰明跟善良 是比顏值更重要的特質 李小益 首先為妳開箱 來 我要選一個 六樓之六 看我都知道妳要選這個 對 開箱 可以喔 七千元 平均值大面 大部分都在五千左右 請出下一題 美國心理學家認為 四種不良溝通模式當中 最具破壞力的是批判 還是輕視 請搶答 李宣宏搶到了 我的答案是批判 對 最具破壞力的是批判喔 對 因為 我覺得批判就是很直接 對 就針對那一件事情去攻擊 那 以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我被輕視 我覺得無所謂 就妳輕視我就還好 但是如果是妳批判我 我會很想要回追妳 然後會很想要回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不良的溝通方式 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認為是輕視的舉手 李宣宏 沒關係 堅持 力排綜藝答對很有成就感 請你揭曉 好 好 到底哪一些這個狀態喔 可能會非常非常影響到妳的婚姻喔 其實有四個重點 一個就是批判 輕視 再來是防備 最後是竹牆 所以當兩個人之間 最會受到的這個影響 其實是輕視 因為當妳輕視一個人的時候 妳就沒有辦法去直面她的一些 正向的特質跟行為 妳對這個人已經感覺是沒有愛意了 妳才會對她產生那種 輕視跟蔑視那樣的一個舉動 可惜了 來 再出一下禮 增加街肉 為五斗米不斷煩惱爭執 還是對彼此老蛋不再互相關心 是婚內失戀最大的原因 請搶答 裝瘋冰險 我覺得是 對彼此人但不再互相關心 巧婦難為五米之吹 憑借夫妻百事 你不覺得五斗米 Oh my God這個東西 對 我也認為那是一個重要的重點 可是其實如果說彼此不關心 就像我們上一題一樣 你一忍是冷漠 其實彼此不再互相關心 對 但是沒有感情的室友 住在一起 其實那個是造成彼此分開的 室友這兩個字真的聽得很討厭 只有 甚至連精神的依賴都沒有了 請揭曉 我比較忠視精神層面 沒有 因為你沒有為錢煩惱過 好 其實我們看到兩個選項 分別是前兩名 當然現在有很多的夫妻 可能在外面工作忙碌了一整天之後 回家已經身心俱疲 只想躺在那邊好好的耍廢 卻忽略了彼此之間的那種情依 跟互相關心 久而久之也會讓你們的婚姻 越來越淡 但是第一名 還是貧賤夫妻百事哀 那不管是在家裡頭 財政的問題 到底這筆錢誰出 或者是其實錢已經不夠了 可是還是有某一個人呢 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去買了一些奢侈品 都很容易會吵起來 所以為錢吵架是最傷感情的 來 再煮 下一題 夫妻同住生活習慣 像免疫系統也越來越相近 這是因為生活飲食的習慣 還是荷爾蒙催化的影響 請去答 李小儀 原 三 二 荷爾蒙催化 不想猜生活飲食這些東西 太出錢了 是不是 對啊 因為 我的那個比方是 我跟小月在一起十三年了 但是問題是兩個人 生活飲食還是不一樣 對啊 可是現在不是你下廚嗎 哪裡不一樣 對 但一樣的意思就是 喜歡就是喜歡嘛 就像我們做美食節目 什麼都要吃啊 可是你還是有喜歡自己的東西 這是不會去改變的 OK 對啊 對啊 然後如果我相信 我就只能讓一個 荷爾蒙催化這件事情 去 好像這次你 沒辦法用抑制去控制 那OK 來 荷爾蒙催化 請揭曉 好 其實呢 我們的免疫系統啊 除了呢是有一些呢 是因為先天25%的 這個基因的因素來決定之外呢 多半還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習慣 跟飲食 奠定了呢 現在的一個免疫系統的狀態喔 那所以呢 當然一對夫妻 他們天天都住在一起 甚至有時候呢 可能還會接吻啊 也會交換一些呢 這個口中的細菌喔 那它將它吃的東西 還有生活的習慣 也都會造成呢 他們的免疫系統 是越來越相似的 身體會有過敏反應 就是因為那個東西超量 超量 它超 比如說塵蟎 你其實在塵蟎的環境太久了 塵蟎超量 所以對塵蟎過敏 你乳糖不耐 是因為之前牛奶超量 所以牛奶變成你的過敏源 用這個概念 才會知道過敏怎麼來 因為超量 有沒有鈔票過量 應該沒有人對超量過敏 對 我聽聽 那個 我叫中嘉賓啊 你可以成熟一點嘛 對 來 再出下一題 2021是情侶間肉麻 暱稱第一名是寶貝 還是老公老婆 請搶到 張恩華 我終於搶到了 你覺得 我覺得是 肉麻嗎 我覺得是 腦公老婆 請介紹 是寶貝喔 是寶貝 因為通常我們跟這個人交往的時候 我們就會希望有一些 專屬的親密愛成 昭告天下說這個人就是我的 所以呢這個在稱呼當中 大家會覺得比較 稍微肉麻耳聲一點的第一名 是寶貝 那第二名是腦公老婆 第三呢則是親愛的 Honey Baby 甜心 甜心 之類之類的 然後呢第四名呢 則是用一些動物來稱呼它 比如說什麼狗狗 貓咪 敲力會吧 為什麼那些 剛剛那些 為什麼有時候電的這麼順 可能常常在用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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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36秒 請坐下臉 以珊瑚礁等級 來評比島嶼生態資源 是馬爾地夫 還是泰國 請想答 來 陳姓維 馬爾地夫 馬爾大夫 請你介紹 漂亮 好 馬爾地夫呢 它的島嶼喔 過去呢是以新一集 來做評斷的 那我們都知道這裡呢 有非常豐富的珊瑚礁 美好的生態 所以呢它現在也會用 珊瑚礁的等級 來做島嶼上面的劃分 那當然也很廣東人 喜歡去泰國玩喔 那他們的這個分級呢 則是以海灘等級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 在新過濾的題目 也有出過喔 請選擇 我要選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開箱 終於開箱了 喔 解釋七千啦 頒好喔 還有二十九秒 大概就剩三題左右了吧 請出題 出現頻尿和血尿症狀的時候 建議要先前往腎臟科 還是泌尿科來做檢查呢 請選擇 李小益 你們都差一點點 那時間同時進去會 信號會卡 來 第一 腎臟科 腎臟科 請揭曉 迷尿科 這是泌尿科 是迷尿科啊 血尿耶 對啊 因為其實 會有貧尿 血尿呢 要擔心是你的 輸尿檔系統 我們叫下水道尖兵 表示你的 輸尿管膀胱出了問題 那什麼情況下開腎臟 腎臟科是平常來講呢 不會有血尿 腎臟科主要是你的尿少 尿蛋白 然後尿的量變少以後呢 腎功能的排毒 排毒減少 可是呢 你這個血尿 貧尿 是你的這個 尿已經產生了 在這個排的管路系統 比如說你這個 淑尿管啊 膀胱 所以不會因為我腎臟出血 所以有血尿 腎臟出血會有 可是一般來講 你的這個 比如說結石啦 色膚腺肥大 這種造成 或是泌尿的感染 造成血尿 會比腎臟出血來得多 所以一定要先看泌尿科 大家記得 那男性性功能的問題 是要看泌尿科還是腎臟科 當然還是我們 幸福醫師 中鋒病中的腎臟科 那是泌尿科啦 做球啊 所以是泌尿科嗎 那是泌尿科 你今天是有開宣傳車來的 原來 這是我身體的血液裡面 就對男性的健康 充滿了熱情 我看起來 我覺得你看起來心智勃勃的 我覺得 我感覺得到 寶貝大家留下來找我一下 來 再出 下一例 孤獨的人 黑是極度社交的人 往往會做更多的惡夢 請請拿 李懿為什麼特別準呢 怪了 這個也是有 好難猜喔 極度社交的人 請揭曉 天啊 好 像是我們 沒有攝取足夠的卡路里 沒有吃足夠的食物 這時候我們就會感到飢餓 其實人際關係也是一樣 當我們沒有很多的人際關係 然後呢 覺得孤獨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很容易夜長夢多 那因此呢 也會讓你的心靈 感到這個非常的空虛 就會更容易做惡夢 慶祝下一題 台灣鐵路在國境最南的 無緣小站 是屏東方山車站 還是方野車站 請搶答 誰姓為 樂文 樂文在搶的 房野車站 怎麼猜要猜房野吧 不會猜房 猜房 房山 房山大站耶 對啊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環島過 多好的一個孩子 原來你不是溫室的花朵 非常野的 非常野 我很少聽她說我非常野 房野請揭 好 好 方山車站呢 它其實一天只有兩班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運輸車站 所以它其實是在這個屏東 最南端 而且真的有在載客的一個車站 那方野車站呢 它其實呢 比較像是一個浩志站 它沒有在針對外面的遊客 來做啟用的 難怪我沒聽過 不成在那裡上下車 對... 它沒有月台喔 沒有月台也叫車站 對... 它就是只是有一個站在那裡 浩志工作站 第一次聽到 我有去過 你去過 我有去過 因為它之前前一陣子 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台鐵有推出一個南皮鐵路 所以就會經過那邊 然後它就是會... 藍什麼鐵路 南皮鐵路號 就是它用那個舊車 台鐵的車廂 然後去改成 藍色的皮 藍色的皮 這以前的那個平壞車的車廂 然後因為那段 整個海岸線會很漂亮 然後就會經過那邊 然後仿山就是 你可以去那邊拍照這樣子 對 最後一題 建議這裡 六都圖書館 因為預約人數眾多爆紅的書籍 是逐婚不離婚的幸福選擇 還是老公怎麼還不去死 請搶答 來 鍾嘉賓同學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 因為這個... 這個題目會比較吸引人 一看就是這樣 很氣 剛跟老公吵架 趕快去租一本書 來看看怎麼把它甩掉 借一本書 那逐婚不離婚 這太理性了 單看書名啊 沒有人會去借 太理性的人 不會去借這種書的 逐婚是個時髦的名詞 你知道 對 就畢業嘛 就是結束了 建議這張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 衝動呢 好 的確 在各個圖書館裡頭呢 有一本書喔 已經把他預約到爆棚了 這本書的書名啊 其實就是 老公怎麼還不去死 家事育兒全放棄 還要人服侍 來自絕望妻子的深層怒吼 就是呢 其實在這個一個家庭當中呢 這個不管是先生還是太太 都要平均的來分擔 家事跟育兒的責任 否則呢 會讓太太受不了的喔 來 眾嘉賓 好 我住五樓之一 我真的住五樓之一啊 開箱 有沒有 有沒有踩而已 有啊 一萬元 謝謝 第一回合結束了 報告一下大家得分的情況 其實也是一目了然的 兵不難 李宣宏 戴博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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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風兵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中家兵就拿了剛剛難得的一萬 陳信偉 應該不只這個節的 七千 張陽華 大概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偶爾在加油 李小逸 搶了半天 毛起來搶 毛起來錯 也是七千 目前暫時領先的並列 三位都算領先 掌聲鼓勵 歡迎所有親愛的祝福會員 來到了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你們的賬單 全部都拿走了 所以這邊沒有賬單 二十萬來了 這裡面有一半都超過一萬 你們今天運氣還不錯 一張帳單都採不到 來 解豬 地理 二零二次全球最幸福的國家 是丹麥黑市芬蘭 請搶答 中嘉賓 芬蘭 請介紹 你真知道 你猜得還值得 就有聽過 因為芬蘭他的教育做得很好 那丹麥好像反而有一點 社會問題 好 要跟大家講 其實北歐國家 他的幸福指數都是特別高的 所以可以看到 芬蘭他其實已經 連續七年都成連榜首了 像是其他的國家 當奈兵島跟瑞典 的排名也都很高 那台灣的排名呢 其實也在亞洲地區 算是特別的前面 排名在第三十一 像是日本是五十一 南韓是五十二 中國大陸則是六十 來 準備 中嘉賓請選擇 好 那麼我來 七樓之 七號之三 準備 開始囉 好慘喔 九百 九百塊 預計沒有一直來 很好 繼續加油 請出財里 根據網路調查 女性獨自一人 在森林中會選擇遇到一隻熊 還是一名陌生男子 請搶答案 李小憶 又要踩了 三 二 一 一 一隻熊 說話 一隻熊 我就知道 對 他說那怎麼辦 因為陌生男子 在林申北路的月的道路 我還要去森林 是不是 對啊 三中森林這個電影 你知道吧 知道啊 厲害耶 這是他的名字取的 就缺了一隻熊 一隻熊 熊比較有威脅吧 我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原因 猜這個 因為碰到熊 他可能不會主動接近你 碰到陌生男子 他會接近你怎麼辦 那他就獨自一個人了 那不是找個辦法 他有時候搞不好 是想去爬山 好 我不想跟你研究 那女的到底想幹嘛 還有不想研究你們的題目 才奇怪吧 選擇遇到一隻熊 請介紹 為什麼 善華姐 這件事真的很有趣 因為對於男生來講 在森林當中 遇到一隻熊 只會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會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對於女生來講呢 他們還寧可是遇到熊 都不要遇到男人 因為會擔心說這個男人呢 不知道是不是要 善意地欺騙你 或者是會不會除了 對你傷害之外 還可能會做出一些 侵犯的舉動 以及如果發生了 這些侵犯的舉動之後 我以後回歸社會 大家會用什麼樣的眼光 來看待我 我還有沒有可能 成為一個完美的受害者 所以會讓女生呢 有更多的害怕跟聯想 甚至呢 其實對於一個父親來說 如果他的女兒 進到森林裡面 他也比較寧願 因為女兒遇到一隻熊 都不要遇到一個陌生的男人 天啊 對...我講得有點道理 就是男生可能會想要去 接觸你 攻擊你之類的 李懿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一 水塔邊 對啊 八樓之一 看一下 奇怪 你們到哪兒都齊千啊 怎麼運氣不夠好耶 我們有一半都在一萬以上 對啊 對啊 來 再出下一題 保特瓶裝的氣泡飲料 為求長時間保存氣體 並承受壓力 需要將平身做成曲線型 還是平底做成五爪型 請搶答 兩人同時按道 來 張恩華跟李懿兩個猜選 剪刀 石頭 布 布... 真沒辦法 李懿 說話 五爪型 平底做成五爪型 應該是 因為什麼氣體最多 可樂沙士 對 你看人家一開罐 有做成曲線嗎 氣泡水 評審有做成曲線嗎 對啊 沒有啊 五爪型 請介紹 合理啊 因為我每天都喝很多氣泡水 它底部是 是這樣子 好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這個 知名的碳酸飲料 它是做成曲線型的 它下面有一個五爪的 這樣的一個造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們要讓裡頭能夠 灌進更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它裡頭的壓力 是一般外界的四倍之多 那它做成曲線型呢 是為了要讓我們在握住 這個瓶身的時候 增加摩擦力 所以它是更好握住 但是呢 當裡面的大氣壓力很大的時候 為了讓這個氣泡 它是能夠有足夠的點 不會容易會爆開來 所以它下面呢 是會做成爪型去 分擔掉它的壓力 那爪呢 你可以是一爪 三爪 五爪 七爪嘛 可是如果三爪的話呢 它只是能夠剛好站立 五爪會是一個 最穩的一個情況 那七爪的話 可能要耗費更多的成本 再加上呢 蘋果它本身的這個造型 也就是五爪的蘋果 所以呢 剛好呢 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做 這個曲線平平身 來 林小儀請選擇 我要選七樓之二 因為旁邊很差 所以應該不會是太差的 有可能是鄰居幫幫忙喔 不會 我絕對不會 你們不會這麼殘忍 等一下 請運氣很差耶你們 怎麼那麼少啊 我們這邊有一半就在 一萬以上喔 這不知道一定會是什麼 先搶到 先搶到 加油 來喔 請出下一例 請搶答 中嘉賓 聚無定所 因為四海維家是形容那種 那個流浪漢 到處都 就沒有固定的家 那麼天下一家不會講四海維家 天下一家 你應該是 到處都是好朋友 所以四海維家通常是用 另外一種方式來描述 你很可憐的面子 四海維家很像比較像是 居無定所的感覺 請介紹 你看 好 這出自於誰呢 就是漢高祖劉邦 他的宰相蕭和 那個時候呢 這個漢高祖統一天下喔 那其實呢 當時我們都知道嘛 秦朝就是因為 太過暴虐無道 而且呢 大興土木 蓋了阿房宮 所以讓大家非常受不了 所以項羽一把火 就把阿房宮給燒了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個劉邦都還在外面爭戰的時候呢 蕭和居然在長安呢 又蓋了一個更富力堂皇 大概是現在呢 紫禁城的四五倍大的 這個衛央宮 所以呢那個時候啊 劉邦看到以後非常的生氣 他跟蕭和說 這天下都還未定 你怎麼就又蓋了一個衛央宮呢 可是呢蕭和跟他講說 因為呢這個 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把皇宮 蓋得非常的富力堂皇 才能夠確定你這個皇帝的尊榮 讓大家知道呢 你才是真命天子 所以呢後來劉邦就接受了 他的這個說法 來 再出 這裡 網路調查2024中秋節 最佳人氣創意禮盒 中式點心還是水果禮盒 請查查 陳姓維 中式點心 就不想猜水果禮盒喔 因為感覺點心那東西 比較好創意 你水果禮盒你要創意 你要重新種成它的樣子 點心怎麼會有創意 因為一直都送點心呢 沒有 點心可以 蛋黃酥 就是點心可以有比較多變化 所以水果禮盒 水果就是水果 但點心可以變化 是不是意思 對吧 感覺是吧 所以你選的是中式點心 請介紹 你看看 在今年中秋節的時候 大家買禮盒的時候 最夯的還是中式點心 但是有別於過去呢 可能都是什麼蛋黃酥啊 或者是鳳梨酥啊 今天很流行的呢 是蜜醬熟成檸檬酥 在網路上非常非常的夯喔 它用四顆檸檬 才能夠做成一個檸檬酥 所以呢也是搶班了 那第二名呢 則是西式點心 第三才是水果禮盒 蜜醬熟成檸檬酥 光看就覺得滿吸引的 其實現在很多中秋禮盒 他們那個裡面的東西 不管什麼酥 內容都不是很多 但是外面的包裝很漂亮 然後我曾經也幫那個精品 就幫他們寫手卡 放在那個禮盒的旁邊 所以他們會覺得很尊貴 而不是重點放在那個 什麼什麼書 心意啦 我覺得送禮都是在心意 你感受到我的心意 然後那個VIP客戶就覺得 很跟別人不一樣 看到沒有 他的字是可以送VIP客戶的 到時候麻煩你幫我寫一下 我的主譜好不好 沒問題 來 陳欣偉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六 哎唷 頂樓夾蓋 八樓之六 看一下 有些 算少的 這也算少的 但一下就追上來了 請出席 請搶答 忘了 好 來 眾嘉賓 好 古詩的話 我覺得是雞 因為在台灣啊 賀是 可能是候鳥 偶爾才來 那雞呢每天朝夕相處 所以古典詩可能比較會出現雞 台灣在聊賀這件事情 應該比較少 比較少 你說白陸詩我還可以接受 那是賀 嫁賀歸西啊 來 或者是叫小賀 都好不吉利喔 吉 請介紹 我 你敢這樣說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啊 不管是全台詩還是唐詩當中呢 最常出現的鳥類都是賀 而且呢這個比例啊 像台詩喔 是從十七世紀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 這當中呢就有四千多首的詩 都寫到了賀 那第二名呢 雞跟燕子 其實呢都是並列的喔 大概都是有三千多首有寫到 那主要的原因呢 雞是台灣主要的經濟作物 而燕子呢 則是主要的候鳥 來 請出下題 K-HOP的文化 新加入的第五元素是 K-HOP還是BATTLE 請搶答 張恩華 我搶到了 但是我 冷靜一點會有答案的 冷靜 先加入的第五元素是 K-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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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猜也猜K-HOP 對 請介紹 我和妳呢 好 HOP的過去只有四大元素 分別是DJ 還有MC B-BOYS跟塗鴉的風格 但是呢現在跟列入的第五元素 就是K-HOP 因為呢我們會希望說 在這些HOP的這些歌曲流程的時候呢 更能夠帶入一些 他的文化跟意涵 會讓這個歌曲是更有深度的 準備開箱 來 我選 八樓之舞 準備開箱 怎麼會 為什麼 六千六 怎麼那麼低啊 請出下題 新關係詞彙 撒麵包蟹 它是指男女間的關係 互相僵持 還是彼此的備胎 請請搭 陳姓維 彼此的備胎 彼此的備胎 彼此的備胎跟麵包蟹有什麼關係 就像在 撒給小鳥吃的飼料一樣 我一直會有來訪 會一直有人 來來去去 撿東西吃 沒有要餵飽 他只是吸引他 我明明在餵他 為什麼都是你們兩個在解釋 而且我完了 我覺得我答錯了 我真的會講 撒麵包蟹是什麼意思 什麼情況下 我們會撒麵包蟹啊 就是餵鴿子 餵 餵東西啊 餵食啊 餵食關係 所以應該是 對 應該是 餵食關係 互相僵持沒有錯 因為你們也沒有要分開嘛 所以你撒麵包蟹 它就會一直跟著你嘛 一直跟 一直跟 也是這樣喔 也是這個意思喔 雙方 對 但你選擇彼此的備胎 請 介紹 好 來 撒麵包蟹呢 就很像是我們在公園餵鳥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在吊著它 然後呢 讓它可以跟著你 有點吸引你 但是它又不餵飽你 所以你們的關係呢 就會一直僵在那裡 互相僵持拉扯 好像都沒有辦法進到 一段很穩定的關係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關係的名詞 叫做這個餅乾罐效應 也就是說呢 它把你當成備胎 因為呢 它是兩餐正餐之間的 肚子有點餓的時候 我去吃一塊餅乾 稍微沖個雞 可是又不是一段 一頓正餐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鼻酸 請出下禮 靜脈群張 這幅合適的運動是 慢跑還是重量訓練 請成長 李宣宏 重量訓練 來不及了 不適合 慢跑 重量訓練 對 靜脈群張的人 不合適做的運動 是不是重量訓練 對 姐姐教 還好 你說得對 你為什麼要改 因為我知道不能久站 但是這個我就不太確定 我也想說久站跟慢跑 比較接近 對 慢跑不是站 就是呢 其實啊 當我們有靜脈群張的時候 我們盡量呢 要讓我們的血運循環帶起來 所以呢 你要像這個幫輔帶動它一樣 可以多做些慢跑啊 或是腳踏車啊 它其實都可以增加 我們的末少的循環 是會更好的 但是重量訓練 這樣負重的一個行為 它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壓力 所以對於靜脈群張的患者呢 它是一個很重的負擔 做了正確的選擇 準備脫平 好 脫平 謝謝 我選六勞之舞 漂亮 看一下 一萬兩千元 一萬兩千元 終於脫平 忙了個半天一萬八 隨便一個就一萬二了 對不對 同工不同酬 就是這個社會的現象 各位要習慣 請出下禮 因自體免疫疾病 引起的下背痛 它有可能是追尖盤突出 還是僵直性脊椎炎 請搶答 李小英 僵直性脊椎炎 因為我有這個病 我覺得這個病 不用當病的 是喔 對 所以有下背痛啊 很... 我現在就有 僵直性脊椎炎 謝謝你介紹 這段夢其實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生理的免疫細胞 把你的這個脊椎 當成是外在的 所以它過度的免疫系統 我去攻擊它 所以它會造成那種長期的 像我們已經知道 那些那個性凝脂 它都是這個問題 那可是現在其實 醫療非常進步了 像我們很多醫療 很多藥物 它可以去調解 所以這種像 像性脊椎炎啊 現在有很多生物製劣 生物製劣 其實可以讓這方面的病人 解決非常輕鬆 舒緩 我還沒有嚴重到這個程度 但譬如說演藝圈 有比較嚴重的可能就是 杰倫哥 周杰倫比較嚴重一點 然後余天大哥也有 然後我現在其實照 因為我上禮拜 還會照一支光片 其實我的發病點 其實已經有點 比較概化一點了 就是因為長期處在一個 發炎的狀態這樣子 自己人攻擊自己人的意思 自己的細胞認不清楚 你的這個脊椎 是你自己的 然後要去攻擊它們 那最大部分就比較不一樣 最大部分就是 我們可能排重物啦 物理性的 我知道 跑出來 理解 所以現在可以治療 就不用太擔心 對啊 智慧心病再選擇 那我選五樓之四好了 因為它是整排整列 都沒有選過 那一海那一 五樓之四 開箱 多的 鄰居幫幫忙 鄰居幫幫忙 都要結束了這個單元 這麼衰喔 住戶通知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贏的好了 因為我想贏 社區餐飲大餐 禮儀舉辦台灣小吃展 贈送社區住戶 每人一千元餐 用餐 禮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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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感謝禮儀 感謝禮儀 還是第一啊 你這一扣五千喔 沒有 變我變第一 現在陳姓維變第一名 對 你們現在基本上都開張了 謝謝禮儀 還不錯 謝謝禮儀 謝謝禮儀 禮儀 笑一下 不要 好啦 就是真的會衰喔 我以為已經 好 我可以告訴各位 剩一題 陳姓維賭定晉級 其他的每個人都有機會 包括雙鋒兵都有機會 你只要弄到個一萬六 一萬五 你就上來了 最後一題 敬禮儀 出席 將竹簾掛成沖尾還是沖泥 更能夠讓室內有效降溫 請搶到 鍾嘉賓跟李宣宏兩個菜選 你們倆同時改應 剪刀石頭布 李宣宏 李宣宏 答對就改變了 答對就改變了 我認為是窗內 你為什麼選窗內 因為我們常會去看一些比較 我覺得古典的地方 那個窗簾感覺在室內 我覺得就是好看又有它的功用 窗內 是嗎 請介紹 你看 好 這是日本的一個綠簾計畫 要告訴大家其實竹簾 它的隔熱效果呢 有時候堪比隔熱窗 因為你把這個竹簾 放在窗外的話 它其實可以有效的割學 五到六十%的熱能 所以這個窗簾擺對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陳姓維 妳陸維 對吧 其他人淘汰 一頭一尾這兩個姓李的 我們再出一題 你們兩個搶 好 就你們兩個搶 搶資格而已 搶資格 當然是搶資格 準備 好 請注意 TLA又稱之為 生物可分解塑膠 關於這種塑膠 是以植物澱粉發酵製成 和埋於土壤中 就能快速分解 何者正確 請稱他 我 李懿 快 二 但是不能分解 一 答案是 植物澱粉發酵製成 對 植物澱粉發酵製成 好 請接腳 恭喜答對 解釋 李懿洪就差的 靈門一角 好 這個生物可解 可分解塑膠 它其實是植物澱粉製成 哪些植物呢 包含了這個 甘蔗玉米 馬鈴薯 碳水化物 它發酵以後製成 最常會用在一些免洗的餐具 跟食品的包裝盒 還有針線托盤 跟飲料杯 那就是兩位 陳信惟 李懿 進到我們的冠軍 中午賽 厲害 厲害 李懿轉身 恭喜兩位 賀喜兩位 你們兩位 現在目前領先的是陳信惟 所以應該選擇先攻後攻 剛才都告訴你們 只有十八個形象 現在來到二十五萬 現在領先的決定先打我打 先打 陳信惟準備 請出題 擁有千堂之鄉美育的是 桃園還是實定 快 實定 實定 請揭曉 桃園才有千堂之鄉 可是我還住桃園 提湯很多 來 再出 換邊發球 換我了嗎 對 請出題 有台灣牛放原相 是剩的是屏東歸來還是高樹 歸來 請揭曉 來 請揭曉 我要選 八樓之四 普通 你要先反超還是 算了 不在等 我放棄 唉唷 家境好 陳信惟準備 請出題 麵粉 請揭曉 請選擇 我選六之六 六樓之六 可以喔 一萬三千五 留之不留 留 保留緊張 一口氣來了三萬 你看看 累積財富很快吧 禮益準備 請出題 蘿蔔還是同好 含胡蘿蔔素的亮澆狗 洪浩 請揭曉 請選擇 跳一下幹嘛 我要選 八樓之二 普通 要不要 一萬零五百 不要 陳信惟繼續 你還剩下一次保留的機會 請出題 為預防失血以外 北傑針對高跟血癌 不吸血 研發了手機告警系統 不吸血 不吸血 請揭曉 因為他都有畫一個圖給大家看 對 對不對 照片 畫得就清楚了 來 請選擇 保險六樓之三 可以耶 一萬四 留是不留 不留 不留 一萬四 放棄 他比你還有錢太好了 禮益準備 請出題 他在宣布八月幾 取消電子票證九折 還是電子定期票六折的優惠 電子定期票六折 請揭曉 我 電子票證九折的優惠取消了 你還有十四秒 等於接下來你答對的都要保留 陳信惟準備 請出題 民眾個人永續行動 多從減少食物浪費 還是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民眾個人的永續行動 多從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開始 嗎 請揭曉 我 減少食物浪費開始 我 禮益準備 請出題 改編土地用途所產生的 攤排放量 即次於牛肉的巧克力 還是咖啡 咖啡 請揭曉 巧克力開發的可可地的 農地才大 完了 你只能保留一次 就指望自己能夠抽到 兩萬五以上的東西 目前還你們兩個差距 將近快兩萬 來 請出題 OVER EASY EGG 他指的是雙面全熟荷包袋 還是雙面半生荷包袋 雙面半生荷包袋 請揭曉 請選擇 七樓之五 他剛剛放棄一萬四 他剛剛放棄一萬四嘛 對 比較好 你發達了 一萬六千五 進場 這一個放棄多爭取了兩千 李懿再回答你的人生的最後一題 人生是今天的最後一題 對不起 李懿準備回答你今天的最後一題 對 請出題 它指的是台灣小吃的 肉圓還是貢丸 肉球 貢丸比較像肉球 對啊 肉圓是有這個粉漿包的 而且裡面不吃吃肉 對吧 還有筍子 照理說貢丸比較合理 請介紹 你看 照理貢丸比較合理 米波 肉圓叫米波 貢丸是 豬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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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七千四 比一萬三千元 恭喜陳慶惟獲勝 謝謝 我們送給陳慶惟的理由是什麼 好 送給你也是 DOMAKAPA 智慧推拉式電磁鎖 多過第一集工藝 半導體指紋讀 推了連結三秒快速解鎖 直覺推拉以握即開 四合一旗艦機卡片指紋密碼 這些鑰匙多用解鎖方式 讓你輕鬆回家 送給你喜歡 知識就是財富 且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想要打開今後的致富密碼嗎 別忘了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點 就在全民興攻略 拜拜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列快點來訂閱